我們工務總局陳局長 還有我們瓜光局的長官 我們台北市的長局長 檢局長 副局長 還有我們常處長 各級長官 我們各位貴賓 在座各位媒體 我們記嘴小姐先生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大家好 謝謝 我今天很榮幸也很高興 來增加這個啟動點 在這過程中幾乎是將近兩年 我們也很高興今天有看到這個結果 那感謝市長這個很堅定的 你們是市長 他是 這他 觀光巴士市長很多重要的政策 政見之一 那我們現在檢局長 不拒不 不屈不屈 一直在鼓勵我們 一直在 背後在過學 在推我們 那當然剛剛部長也提到了 部長以前是我們台北市的 監工是董事長 在市長還沒有當選之間 其實我們柯市長就很主動大眾勞書 就已經講 我們前面的實驗都已經提到 我們檢驗局要稍微改變一下 我們檢驗公司要怎麼改變 所以市長非常有眼鏡 上任之後也非常重視大眾勞書 所以剛剛部長講得非常對 這雙層光光巴士不只是結合公車跟遊覽業 我們在台北市除了西西門一句話 看到未來的檢驗線 我們市長做了很多配套設施 那我們在其他地方也看到 水門外也擴充了很多公車巴士的停車場 包括敦西高峰對面 那個火山磁工廟裡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大巴士公車的停車場 所以從很多小處 我們可以看到市長 當然包括我們部長 在推動大眾勞書 我想大眾勞書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 如果我們再不做的話 我們有一天 像台北市或者未來 像洛杉磯 我舉個例子 像加州 他一直不斷冷蓋高速溫路 蓋快速道路 比如現在洛杉磯市 還有加州是這種財務危機 當阿諾當加州州長的時候 加州政府差點破產 薪水花不出來 所以我想大眾勞書是實在必行 那今天我在這裡 是除了感到很榮幸 有參與這個經營團隊之外 我們也很多人要謝謝 除了市長之外 中央給我們很大的支持和鼓勵 還有觀川局 女兒交往局 不管局長 副局長 我們常駐長 都非常幫忙 特別是這個路線 剛剛四角提到 我們除了硬體 軟體 壽司 剛剛本來主持人要我簡單介紹一下 我想這個目錄上面都有 請大家看一下 那當然軟體部分 跟APP 還有免費的那個one-fine 我們都一定會改賽 一定會繼續加強 那硬體方面 我們當然是用最好的車子 目前是結構 而且上面是廠門的 那將來 除了這個之外 扣張 我想目前跟大家報告 我們是八路子 分兩條路線 油家路線是早晚全部都開了 那我希望這車隊 以後能夠再扣張 能夠再扣張 目前還有兩部優秘的折衣 所以總共是十部 我希望車隊能夠再扣大 因為最近我已經聽到議員 私議員在反應 很快 一聽到說要通知2.0 馬上有私議員就說 欸 我們那個里長在反應 為什麼沒有經過我們那個里 我們大同區 我們大同區有孔廟 我小時候讀太平衡 我小時候就常去孔廟 我們以後要面臨的是 有一些 里長的反應 還有民意代表的反應 還有 希望能夠服務更多人 除了外國 國外來的觀光客 背包客 還有 我們的市民 我有個構想 我們台北市民 應該來打折 來優惠 這是 國外很多 城市大多位地區 對當地的市民 跟納粹人的錢 還有 包括 洛杉磯市 我剛剛提到洛杉磯 他的動物園 市民都被特別打折 然後 加州 或者全國其他來的 就互多一點點 當然 我們這幾天 包括官商局很忙 就是在討論 我們開始 是不是有一些促銷 但如果要請市長換銃 也請市長換銃 我們這個經濟團隊 大家都很認真 很投入 當然 未來也希望大家都給我們鞭測 都給我們知道 但是 這個乘客 我們目前應該是不用擔心 有客人 因為我們的經濟團隊 能力都很強 他們在 日本 大陸 國外 旅行社的技術 都已經非常好 軟體的設備 物體的設備 將來我們都不斷的改善 特別是 我們讓乘客體驗 不同的台北市 再高一點點 修正巴士 這是 屬地 今天是頭一個 kick off 頭一個開始 是開始 我想 我們是突破很多困難 本來 打造車體 國路國公司跟我們說 要做那個 廠盆的很困難 讓我們也克服了很多困難 包括零件什麼 我們都想辦法自己 來 改善它的設備 今天真的要謝謝很多人 真的謝謝部門 在此 補禮陶 心裏陶 補禮背 另外這機會 除了感謝大家之外 也祝大家 青春愉快 國家平安 謝謝 謝謝 謝謝李董事長 請從我們舞台的投手邊回座 謝謝 那從董事長的致詞當中 我們也可以知道 雙層觀光巴士的營運路線呢 分為紅線以及藍線 兩條路線 紅線從台北車站發車 行進台北駐城區 包含